大家好 咱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不少华人的聚居区 他们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名字 叫唐人街 比如纽约 旧金山 唐人街都成了当地的名胜古迹 另外我还去过休斯顿的唐人街 然后波斯顿的唐人街 还有费城都有唐人街 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唐人街有什么历史 又怎么发展到现在 今儿咱就来聊聊这个 提到唐人街 很多人会有一个固有印象 就是中国唐朝太牛逼了 所以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就拿大唐给自个儿的居住地起名 这个说法也不是全错 有不少华人很早开始出去讨生活 在东南亚 中国船被称为唐伯 中国人被称为唐人 清康熙年间才子纳兰姓德记录过日本的情况 说华人从唐朝就开始有过去定居的 居留者为之大唐街 今且长十里 你看那个风神秀吉争朝鲜的时候 他也把中国叫做唐国 把中国人叫做唐人 不过这个美国主流的唐人街另有源头 而这个唐到底是啥来意 也有众说纷纭 有一种说法是英文汤的音译 19世纪后期华人大量涌入美国之后 虽然辛苦劳作 但是受尽歧视 美国国会更是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 禁止新的华人移民进入美国 但已经进入美国的那些华人数量庞大 各行各业离不开 又不能把他们给赶走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美华人自发的聚集起社区来 外面管这叫中国城 英语讲话叫Chinatown 这种地方说句难听的就是个难民隔离区 没什么自豪可言 当时的美国华人听这个Chinatown 不懂啊 里边有个Town 发唐的音 久而久之呢 就管自个住的地儿呢 叫做这个唐人街 你看那个美国还有这个韩国人的街嘛 韩人街叫K-Town K-Town 还有一种说法啊 讲这个唐人街的唐 是唐山 隐南广东一带的人对中原王朝的称呼 19世纪后期 来美国闯荡的中国人 绝大多数来自于敏越 就比如说特典型的 就广东的台山 福建的什么福清 这些地方 思念故土 自称唐山人 久而久之聚居的地方 就被称为唐人街 到了1870年代 唐人街这个称呼 正式出现在历史上 清朝官员志刚 写了一本《初始太西记》 里头记载呢 有数万广东人在旧金山谋生 居住的房子都是找白人租的 自成一个小社会 美国人呢 就呼之为唐人街 所以啊 甭管这个唐人街的唐字 啥来历 他跟大唐的光鲜亮丽 扯不上一毛钱关系 中国人聚居起来 白人当然是看不惯的 当时的美国白人 把唐人街看作是妓女 赌棍 鸦片烟鬼的聚居地 这地方如此堕落 近期就算是彻底玩了蛋 从此彻底告别 正常人类的体面和尊严 19世纪80年代 旧金山市政府 曾经组织委员会 对当地唐人街进行调查 委员会一看街道上污水横流 卫生条件差得令人发指 就把唐人街呢 描绘成犯罪的温床 并且呢 在报告中写 只要这个街道上住着中国人 旧金山的犯罪 就一日不会停止 话都说的这么难听 美国白人当然没想着 把唐人街变好 只要那些拖着辫子的人 不跑出唐人街 那就谢天谢地 如此一来 唐人街就彻底成了三不管地带 那总得有人维持秩序 于是各路华人组成的帮会 黑社会 就成了唐人街的掌控者 像鸿门天帝会 青帮 都在这个美国的唐人街插手过 那你看我在旧金山唐人街 就专门拜访过鸿门的这个志工堂 既然治安主要靠这些黑帮 那么社会秩序也好不到哪去 但当时的华人移民 除了一身力气 没有别的本事 又不通英文 正没有身份 除了唐人街 哪都不能去 所以你这个 那个鸿门就讲 说这个当年的这个华人 一下船 第一时间就来找鸿门 这儿等于又是他临时居住的地方 相当于那个住京办 差不多那意思 还能给他提供工作 所以很多人的一辈子就在这种治安混乱 肮脏不堪的地方就过去了 不过呢 就算是一些的老华人 安分守己 终身不出唐人街 也会飞来横祸 有些白人公然闯入唐人街 伤害华人 当地政府呢 也是争一眼闭一眼 1885年 怀俄明州150名持有武器的白人矿工 在当地唐人街杀人放火 28名中国人死于非命 剩下的华人移民呢被赶走 而这场屠杀的凶手 没有一个人被起诉 这不是个案 那根据统计 所在1870年到1890年 有记载的对唐人街的恶性案件 多达一百多起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中国人就被迫迁居到了东海啊 比如纽约啊 巴勒斯顿啊 这也是当地唐人街的起源 说起来都是眼泪啊 无良无恙的 就算环境这么恶劣 华人移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 自发在唐人街组成联合会 为新移民找工作 找房子 甚至提供价格低廉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移民的子女出生后 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老一辈当然不舍得让子女 继续待在唐人街受苦 所以华裔家庭极其重视教育 子女长大之后成为医生律师 这样的体面人 就可以带着父母搬离唐人街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 在当时教育是华人为数不多的 闲鱼翻身的机会 所以重视教育这样的风气 在唐人街和各样的华裔社区 特别盛 华人找房子 一定要找这个学区房 找这个当地学校评分高的地方 直到今天美国的华裔 还是对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职业 有特别大的执念 就像国内的家长 让孩子削尖脑袋进体制一样 这都是有原因的 到了20世纪初 美国越来越参与到世界政治当中 这个时候如果再坚持排华法案 那就跟自己主张的公平正义格格不入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废除排华法案 1941年美国加入了二战 中美两国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兄弟 排华法案在43年被废 唐人街里几代华人受尽苦难 终于可以跟美国白人一样 享有平等的公民权 受教育和选举的权利了 二战以后 唐人街被美国人赋予了新的意义 此时的美国呢 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 白人和美国青少年的叛逆行为 日甚一日 像什么嬉皮士啊 垮掉的一带啊 纷纷成了文化的象征 关于青少年犯罪危机的恐惧与日激增 记者们就开始赞扬 中国家庭是出于泥而不染的一族 模范少数民族 这个时候呢 唐人街的中国家庭呢 有了一个经典的形象 那就是虎妈和乖小孩啊 当时唐人街旅游手册 鼓励大家来这参观 看看什么是模范家庭 看看什么是不惹麻烦 又爱学习的孩子 当然了 这种形象呢 跟真实是有差距的 但是无论如何 华人们通过这种形象 在美国呢 获取了立足的资本 唐人街在这个过程当中 完成了转型 不再是白人看着绕道走的 这个犯罪黑窝点 而是中华文化 异域风情的展示 如今呢 这个唐人街啊 就成了很多大城市的旅游景点 游客们呢 在这儿感受到各种中国风情 并且似乎呢 在这儿假装感受到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但是抛开这些肤浅的外表 深挖唐人街的历史 背后是一代代华人移民的血泪史 其实呢 这也是种族主义下的悲剧 这段历史是完全不应该被忘记的 好了 关于美国唐人街的历史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